目前現在記者所在位置 依然是在花蓮市 雖然現在的雨勢還沒有明顯 因為這個雨勢都是一陣一陣的 那麼剛剛其實花蓮市政府 也都已經宣布了 從今天晚間六點之後 就會全面停止上班上課 可以看到現在時間大概四點左右 也就是剛好是國小的下課時間 那麼剛剛也可以看到 有一些家長已經提前來到校門口等了 來趕快把自己的小朋友接回家中 因為越入夜 這個影響會越來越大 剛才師傅也表示 因為目前這整個累積的雨量 在花蓮的部分 已經超過了100毫米 所以他們擔心越入夜 這個降雨會更強勢 所以在今天晚上六點 就來停止上班上課 那也特別提醒鄉親 沒有必要化 不要外出 注意居家還有自身的安全 那目前整個颱風的暴風圈 中午已經接出了恆春半島 但是它的速度是越走越慢 預計在10月3號 上午可能會有機會 登陸整個高雄還有屏東 而且氣象專家也特別提醒 因為影響台灣之前 整個結構都 它整個結構都沒有被破壞 所以如果它從南部一上來的話 沒有高山的屏障 所以這影響會非常的可觀 所以請觀眾朋友 一定要特別留意這次的排光 以上 我還有些視頻 都沒有被破壞了 展示 展示 有 我們 有